你到底有什麼權力可以阻止我上樓 對不起你沒有說你不能繼續我 說你稍後 那你就讓我進去 我去幫你溝通就可以了 事實上張國華先生昨天晚上也激發了信函 通知每一位股東應該取消今天的集會 在這邊張國華先生也希望跟社會媒體朋友們 跟社會大眾來做幾點的聲明 首先他之所以擔任長榮國際巴拿馬的永久董事長 是因為張國華總裁在事的時候 設立了這家公司就有了這樣的制度 這樣的制度是希望巴拿馬長榮國際公司的穩定 所以在總裁過世之後指定張國華先生擔任永久董事長 那麼這樣子的指定也是在弟弟張國民跟張國正的見證之下 做成的一個一程序的指定 我們沒有看到所謂張國華先生的代表律師 在報道的時候並沒有 你不讓他上去 在旁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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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張誠不是這樣規定的 請你把張誠拿出來看就知道了 如果要簽搶護會的方式 執行這張股東會 想要做什麼 是要吸金而已嗎 合法訊完全沒有了 為什麼PP可以這樣選 PP不能要選的 PP是用指定的 這位女士 請你去看看這家公司的章誠 我看過這家公司的章誠 剛剛我已經跟大家報告了 今天是依照 第七條第十一項的規定 在Permanent President 已經過世 有股東來召開軍政股東聯繫會 這是章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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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七條第十一項的規定 請問雙方 九十九 三十二十五 第二十五 九十九 一三十五 三十五